小黄瓜、甜椒、台湾草莓 这些日常生活中很常吃得到的生鲜蔬果 近来被验出含有大量农药 新北市卫生局除了开罚6万元以上罚还 更要求业者立即下架 25件的产品当中有4件减出农药残留超标 除以要求业者将不合格产品进行下架外 也循现追查4件不合格的产品都在外县市 也倚请当地的卫生局进行罪办 其中小黄瓜查验出含有0.09ppm的伊普通 如果食用过多可能会有致癌危险 而台湾草莓还被检验出超量的杀虫剂 不幸吃下肚日后可能引发慢性疾病 危害人体健康 烹调之前食用之前也要多加的清洗 那尽量选择可以去皮的这样的蔬果 或者说清洗的时候可以用软刷轻轻的清洗 那尽量避免食用根部 卫生局呼吁民众购买生鲜蔬果 回到家一定要多加清洗去皮 并将根部切除降低农药残留 以确保食品的食用安全 记者王正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